書籤管理員的應用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排很重要,就黃金地段 用完就沒有了 對啊,那這一排能夠放其實有限 所以我們就會用什麼? 建資料夾 像我建這個什麼? 教學資料夾 喔!這邊有一個資料夾 這邊擺了這幾個 這邊也擺了這幾個 那就可以放無限的書籤 OK嗎? 那首先呢,先看一下 假設說 我今天想把沖泉老師的電腦教學 放在我的書籤列 很方便啊 第一個點起來 這邊就有了 你Tuber打起來 有看到這個嗎? 那我建議你接下來可以點這裡啦 我播放清單 接下來 這一頁我覺得很棒 就可以點這一顆 點這一顆 這一顆 點起來 預設 如果想擺在上面這一排 那麼這邊要切萬 叫做 聽懂嗎? 書籤列叫做黃金地段 因為只要在上面直接點就有了 老師怎麼出現個掛無意 因為我這邊做過了 OK嗎? 假設再看一下 我每天呢 每天都最近都在看什麼 動漫好了 最近突然瘋動漫感興趣了 那怎麼辦? 我每天都來看喔 你就可以把這一頁點這個星號 加到哪裡呢? 書籤列 我在講一遍書籤列很重要喔 這一排是黃金地段喔 如果放在別的地方 還得進到這裡 還得點這裡 擺在這裡是不是很棒 對啊 可是這再擺下去就沒有了喔 所以在這裡 按右鍵可以建立一個 新增 資料夾 好 我自己名字給自己取喔 名字給自己取喔 假設是什麼 呃 最喜歡的 按儲存 就出來了喔 那你可以把你其他的書籤 然後拖曳 移到這裡來 放開 拖曳移到這裡來 放開 那就進到這裡面來了 所以你可以建一大堆 那這個裡面還可以再建喔 按右鍵 喔 這邊還可以再建喔 那怎麼在做管理 看一下喔 書籤可以進到這裡的書籤管理 來看這裡 這裡這裡這裡 來現在點我喜歡這裡 展開來 就進到裡面來喔 按兩下 我剛剛按兩下 在這裡呢 按右鍵可以新增資料夾 譬如說 呃 影片的 儲存 再按右鍵 喔 呃 故事的 我現在在做什麼呢 在做這個 這邊可以做到第二層 OK嗎 就像這樣 所以這邊你可以變成可以放無限個 網頁就可以加進來 如果不喜歡 老是搞錯了 所以拖曳就好了 可以拉出來 拉進來 我要放在哪裡 影片這裡 喔 影片這裡 拉進來 再一次 放開 所以呢 這個就放在這裡 這隨個移動 OK嗎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在這邊按右鍵新增 自己喜歡的資料夾 可以幫你做整理 譬如說我把這個拉過來喔 倉務國小拉到這裡來 放開 所以下次倉務國小在這裡 啊不對啦 這個地方很重要 每天都要來呢 我可以拉上來 放在這裡 那想拉左邊呢 我習慣把個別網頁擺左邊 資料夾擺右邊 你們是可以做整理的 好看